戴着帽子的阿伯骑着脚踏车前进 没注意到前方的交通号制 以及闪烁的轻轨警示红灯 下一秒轻轨从一旁出现 阿伯闪避不及 蹦的一声撞上了 阿伯的话因为他年纪打71岁 然后可能就是行动有点缓慢嘛 然后因为他的自行车又有点老旧 所以他的刹车来不及就撞上轻轨 71岁的阿伯有向警方表示 起步的时候看见的灯号是绿灯 但骑到一半灯号改变 没能及时刹车 本分局于111年12月28日 8时50分 接获轻轨控中心通报 于古山区古山二路与北斗街 发生自行车与轻轨的交通事故 经接获通报之后立即前往现场 现场定位车位完后 于90整排除现场 现场交通恢复顺畅 所幸脚踏车和轻轨的碰撞力道算小 没有造成太大的损伤 脚踏车部分是因为他的车轮碰到 所以是属于橡胶部分 所以轻轨的车身的话 是只是稍微的擦伤 当下阿伯没有倒地 然后他没有受伤 阿伯表示撞到过后 自己处于恍神状态 不晓得应该等待警方到场 就先行离开 可能他那时候可能一时就慌乱了 对啊然后有时候部分的人发生交通事故 他们可能会认为说我没受伤 然后对方也没有受伤 所以在此这边是跟大家呼吁 就是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最好是等待我们警方到场处理之后 再离开现场 农历春节将至路上的人车众多 民众行进入口的时候 应多加注意减速慢行 肇事的脚踏车阿伯 为一号制规定行驶 于轻轨通行时闯越红灯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还是得受罚 将会处三百元以上 一千两百元以下的罚还 记者郑光沛 庄淑亭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